思想家 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指引着 人类文明的贵宝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思想家 他们的核心能力又是什么 请听先生观点 什么叫思想家 今天思想家这个词乱用 什么阿毛啊 狗都可以变成思想家 那么我今天给思想家一个严格的定义 凡人皆有独道之一见 而所谓思想家者 必具创世之狗思者 才叫思想家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任何一个人 他都可能在某一个领域 有独道的见解 比如他是政治家 他对人类社会的政治问题 有自己独道的分析 比如你是企业家 你对经济的运行 有自己独道的想法 比如你是一个普通学者 你对你所研究的 你对你所研究的某一个领域 有独道的纵深 这是人人都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绝不是思想家 所谓思想家 是指他能建立创世之构思 就是他能做出一个宇宙观世界观模型的人 才叫思想家 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人类文化史上 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人 辽若尘形 迄今人类 从十四万年前 至人发生到今天 有人类学家统计 人类至少已经越过一千亿人 从这个世界走过 可能成为思想家的人 绝不超过二十人 我举例子 我前面讲过 中国文化是前神学时代 西方文化历经神学时代 哲学时代 科学时代 西方曾经经历过前神学时代 由于环地中海地方的开放地貌 他们自古过度交流 过度修正 于是他们产生进步论的基本观念 于是他们把自己最原始的思绪 快速扬弃 这就是在西方信史文明上 只保留神学期 哲学期和科学期的原因 中国文化由于地貌封闭 原始时代 不能经过其他思想的扰狼 和人种的扰狼 没有思想交流 于是他把人类最文明 早期的那些思想 得以保留 再加上降星文字 在中国一直保留 他像一个保险柜 把人类最古远 文明最初期的思想 锁定在其中 因此中国文化 保留人类前神学期 好 我们看这四期 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人 前神学期 只有一个半人 老子 因为有道论 有德论 有宇宙观 有社会观 因此算得一个思想家 孔子 只能算半个 因为他只有社会论 没有宇宙观 儒家学说 我在讲孔子课的时候 经过后世学者 直到宋明理学时代 才完成 从血缘 到饭血缘 到逆血缘 进入人民爱物的境界 才完成宇宙观 所以在孔子当时 他只能算半个思想家 没有宇宙观 只有人事观 神学阶段 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人 释迦牟尼 说不上名称的 犹太教的创始者 耶稣 穆罕默德 到哲学时代 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人 我们也只能举出四个人 柏拉图 包括他继承 比达格拉斯的数论系统 叫柏拉图转型 亚里士多德 即古希腊哲学之大成 底卡尔 创建古典近代西方哲学之开膳 康德 完成知识论 到科学时代 我们同样只能举出四个人 戈白尼 牛顿 达尔文 爱因斯坦 由于他们缔造了 全新的世界观 全新的宇宙观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叫思想家 请想想我们今天的宇宙观 叫现代宇宙论 它的基本思想从哪来 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来 所以我们今天是爱因斯坦时代 这种能够创建世界观思想模型的人 才叫思想家 可见思想家何其不易 这也就是王阳明 曾经抱一个被识人看来 太过荒唐的理想 要做圣贤 圣贤高于任何人 高于皇帝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所说的圣贤 就是指思想家 那么做思想家 缔造宇宙模型 缔造世界观模型 何其之难 我给大家比例子 我说一些大家比较容易的 切近的科学化的话题 比如温度 我们人类的温度觉 只有效分布在 摄氏零度上下正负 四十度之内 高于摄氏四十度 你已经很难受了 你的温度觉基本失效 低于零下四十度 你也已经很难受了 冻麻木了 你的温度觉也失效 你因此感知的 这个世界的热力范围 就是这几十度 可你知道世界的温度 热力 是一个多大的范围 往上几十亿摄氏度 上面的顶在哪 迄今找不见 往下叫绝对零度 所谓绝对零度 就是指在这个空间中 没有任何能量 叫绝对零度 它是多少呢 零下273.15摄氏度 也就是说即使在一个 结冰的房子里 在一个摄氏零度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里还有 273.15摄氏度的能量 可以把水烧开将近三遍的能量 还在这个房间中 尽管这是冰点 它完全超出我们人类温度觉的感知范围 你要想知道热力世界的状态 你用自己的感知温度觉 根本看不到它的边界 你想建构它的系统 凭你一般的感知和尝试 你永远够不着 我再举个例子 稳态未知觉 大家知道我们人体是能把握位置的 比如你闭上眼睛 你身体稍一穷鞋 你立即就知道 即使你闭着眼睛没有参照物 它是因为你的内耳 有一个未知觉器官叫前庭 所以你觉得你的未知觉 是非常灵敏的 它足以让你保持直立体位平衡 甚至你高速奔跑都不会摔倒 前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极度灵敏 没有它 你却不要说跑步走路 你连直立都不可能 可你知道 你如此灵敏的未知觉 你居然对宇宙的运动毫无所感 大家知道地球自转的速度是多少吗 地球最长圆周4027公里 那么换句话说 一天24小时 地球转动了4万公里 每小时1660公里以上 每分钟27.7公里 每秒钟460米 你居然昏然不觉 而地球还在绕着太阳 以更高的速度公转 到此还没有完结 太阳系还在围绕着银河系旋转 还没有完结 银河系还在围绕着更大的星系团旋转 那个速度有多高 你都无法想象 可你通过你灵敏的前庭未知觉 却对它毫无感知 你可以用惯性力来解释 但也说明你感官的迟钝 也说明你想把握这个世界的难度 我再举例子 我们看这个世界是平面的 所以最早期的几何学家 欧基里德所做的几何 是平面几何 你能想象这个世界是曲面的吗 所以直到19世纪 黎曼提出曲面几何 整个数学界嘲笑他 而黎曼拿不出更多的证明 他只是在逻辑上设想 如果空间是个曲面 几何将会发生哪些变量 比如一个三角形的内角之核 不会等于180度 而会大于180度 黎曼几何最初发明的时候 是遭到整个数学界嘲笑的 因为所有人感觉 我们这个世界 是可以在平面上操作的 直到爱因斯坦 提出空间弯曲 大质量的物体 会导致空间弯曲 因此光不是直线运行 而是曲线运行 因为空间是弯曲的 尽管光仍然走的是 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但它已经不是 欧吉里德的那个公社 因此有人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简直是只有外星人 才能创造的学说 它完全超乎我们的感知范围 和我们的基本常识 请大家想想 一个人要建立宇宙观 世界观 它的前提是什么 它居然不能相信自己的感知 它居然在怀疑感知之下 还要探求感知 不能弃极的那个感知 一个让自己的思想 远洒在常人感知之外 一个敢于否定感知 却最终要拿出一个感知成果 去修正感知 这是何等的难度 这是何等的深刻 这是多么不凡的私境 只有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我们才能把它叫思想家 而佛陀 就是人类神学时代思想家的代表 我们只有在这个深度上 才能理解佛家学说之唐 从严格意义上讲 真正的思想家 是那些建立创世之构思 建立出一个宇宙观 世界观模型的人 而不仅是某一领域 有独到见解的人 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必定是能够超越感知 怀疑感知 甚至否定感知 并最终却拿出的 一个感知成果 去修正了感知 释迦摩尼 无疑是其中一位 极大成者 接下去 先生将继续 从佛教构筑的 宇宙观角度 为我们继续讲解 那么佛家学说 讲三项 叫无动作 性无常 有堪能 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无动作 大家看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他都讲上帝 耶和华 上帝 或者真主 六天创世 这叫有动作 佛陀的创世 没有动作 所以大家注意 佛教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 无神论宗教 他没有神 他没有缔造世界的 那个人格化 全知 全能 全善的 那个载体 他没有 什么叫佛 达成正觉者 即为佛 所以佛教 是一个无神论宗教 你所说的世界 是你作业的产物 世界本身是大空净 没有神的造作 只有作孽者的造作 这叫无动作 下一个 性无常 说这个世界 没有规律 你所说的规律 都是你作业的总结 请想想 佛陀说的何其深刻 我们今天知道 我们永远 得不到客观规律 我们所说的一切规律 包括科学规律 都是主观规律 因为我们的宇宙观 世界观都只不过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主观思想逻辑模型 你的规律是在这个思想逻辑模型中总结而成的 它怎么会是客观规律呢 所以我们人类的所有学术和理论 最终都逃不掉被证伪的结果 而佛陀早早就讲 性无常 没有客观规律 至少你人类永远够不着客观规律 有堪能 中国字中堪这个字和能这个字 含义是很接近的 这种翻译方式 是典型的未尽时代的用语方式 所谓有堪能 就是讲业力因果 就是你所做的业 必是产生某种炼式反应作用的 有作用力的一个系统 这叫业力因果 这叫报应 这叫有堪能 佛家学说 讲运处戒三科 这就是著名的五运 六处三戒 我们后面在交易部分再谈 佛教讲四大皆空 哪四大 地 水 火 风 四大皆空 我一提着四大皆空 大家应该在听过我哲学课的情况下 立即联想到一个人 古希腊哲学家 大家知道我在讲哲学课的时候提到过 恩佩多克勒提出四根说 他说这个世界是由土 水 火 气 这四样元素构成的 听一听 跟佛陀的地 地 水 火 火 风 完全是一回事 请注意 佛陀要比恩佩多克勒时间在前 他说明什么 说明恩佩多克勒的四根说 早在古希腊就发生 恩佩多克勒只不过是被留存下来的 记载者和表述者 而且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 佛说深受环地中海思绪的影响 两者甚至在诸多细节上 包括折丝方式上 都有处处贯通的痕迹 这就是我在前面讲 印度文明 构成人类远古东西方文化 会翠之一极 这句话的含义 而佛教就是把这种 远古文化会翠之结经 最终带入中国 从而为中国的整个底层文化 思想系统注入新风 甚至全面改造和渗透了 中国传统文化 而它是以极具思想穿透力 极具逻辑功力 极具宏大宇宙观的那个力度 切入中国 层层散透 形成中国传统文化 极为丰厚的根基之一 佛教学说思想 极具穿透力 逻辑功力 和建构了宏大宇宙观 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无论是三想 三科这些学说 都是这种力度极致体现 在下一节课程中 先生将从佛教教义的角度 继续从思想及思想根源上 带领我们解读佛学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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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